长行珠宝 百达菲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美股连续创新高 投资人心痒痒 但又不知道如何去炒作 A号消息 全球第一家中文美股视频直播室正式开播咯 全球两届世界交易冠军Warren Wang 2014年获利60倍 他将教您如何交易买卖 传授各样技巧 还有及时新闻直播 您还犹豫什么 免费体验还可以获得价值美金16元的日本蜡烛图技术精简入门手册 免费电话1800958-8561 1800958-8561 www.chinesefn.com 亲爱的听众 投资朋友们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非常欢迎您在8月25号礼拜二的晚间7点准时收听我们节目 在今天的上半场要来谈一谈最近闹闹哄哄的美国的股市以及全球的经济 现在真的证明了是globalization一个国家签一法整个全球的股市都随之受着影响 并且由于日夜这个时间的差别 有的时候就让自己觉得是措手不息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他是中文投资网的负责人汪润王 同时该公司股票代号 CIIX也是美国股票上市公司汪润你好 周小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很快速的介绍一下今天 今天的盘呢是超卖反弹 本来是开高的然后在最后一个小时迅速下杀 这个昙花一现结果是开高走低最后是以红盘做收的格局 在收盘的时候道琼斯下跌了204.91 等于是下跌1.29% 收市在15666.44 美股道琼斯已经正式进入了调整期 这个已经破坏了自从在2009年3月以来上升的趋势线的水平的15950点 纳斯达克下跌了19.76点 暴跌了0.44个percent 做收在4506.49点 标普500下跌25.6等于是1.35% 收在1867.61 Russell 2000下跌了7.59 做收在1104 但是最近比较持续性的一个现象就是上个礼拜 礼拜四礼拜五下跌了1000点 在昨天开盘下跌超过1000点 最后收在下跌500多点 今天本来是翻绿了上涨了大概300多点 结果做收在下跌204 等于今天的上下摆动又是超过500点 这种迅速下杀的格局并不见好 来我们来听听看 Warrant对于整个美国的股市的看法 好的中国股市终于波及到美国的股市当中 恐慌 但是我觉得美国自己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包括现在的美国的利息 美国的债务 因为现在美国的债务是deficit 就是我们的就像我们家庭一样 如果我们每月还是不平衡就会出现赤字 有的时候我们会借信用卡 借bank loan 我们朋友借 一直赤字的话你说这个家庭怎么可以维系 所以美国的政府现在就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增长的GDP来还债 但是我们通过08年的这一次量化宽松以后 我们的GDP却只有1.8%或者2.2% 所以其实中国的问题就是最近有几个因素 一个是油价 一个是中国 还有是美国真正的一个经济增长 我们7月份的季报看来的话 真的是所有的公司都出现年一年的下滑 也是08年以来罕见的一个现象 所以现在的油价也只有37 38左右 已经创新低了 那么中国经济大家其实已经看到了 所以这几个因素造成美国股市今天的权限的下滑 就是高开低走 今天早上7点钟就是东部时间 中国央行宣布减息 当时美国股市涨了426点 但是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 听这个FOX的新闻说 那个专家讲得非常好 他说关键的最关键的东西是今天怎么收 不是今天怎么开 有一句话叫散户掌握开盘 庄家掌握收盘 所以今天很明显是机构在出货 散户一听中国央行减息就赶快进场 但是你想想中国现在利息是4%啊 它还往下走的空间还非常大 我8月15号开了一个讲座 很多人问我可不可以买中国股票 可以买阿里巴巴 可不可以买美国股票 我说大家看Barrons Barrons华尔街圣经 告诉大家人民币还要贬持10% OK 如果大家相信的话 不能买股票 阿里巴巴绝对不能捧 因为你中国人民币往下走10%的话 在这个一路的过程当中都是不确定性的 因为它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那你为什么在它跳楼的瞬间 你要去接棒呢 你还不如等它跳了一万一万尺 你来接 那你捡到便宜货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的预测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所以非常庆幸 大家认为什么时候可以买阿里 我说什么时候都不可能买股票 跌下来什么都不是底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股市对我来讲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机构就根本不相信中国这个百分之2.5的 25个基点的降息 还有4%的一个空间 你还要往下降 降到和美国差不多 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开始起步 责民币开始贬值 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数据呢 有很多人相信所谓的道士理论 道士理论就是说 道琼指数和道琼市运输指数 两个时候要互相确认 如果道琼指数创新高 你没有道琼运输指数的一个配合的话 那么这个道琼指数绝对是假的新高 你可以做空它 那大家如果做空 会是非常痛苦 因为我也做空 我买VXX 今天我收到一位 Silicon Valley的老朋友 携来一起 他说老王啊终于啊 你赚到钱了 我恭喜你 我说的确很苦 但是我觉得这个苦中有乐 为什么2月到8月 我们标普其实就是150天多东西 然后一下子砸下来 你看道琼指数昨天跌到多少 跌到去年2月的新低 也就是说一年半所累积的涨幅 在一天之内就没有了 所以你积累了这一波空头呢 终于在一天之内 你做到了很大的一个收获 做了三倍的一个回报率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happy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股市啊 现在道琼指数 与transportation 道琼指数双双跌破 10月份的一个新低 有很多专家 包括这个 与原来potential的一个技术分析 是我非常喜欢他的 他说熊市已经来临 然后Steve Hochberg 这个波浪理论祖宗 他说熊市已经来临 那么任何一个反弹 都是逃命的机会 大家要深吸反弹 现在没反弹 那如果反弹出来 被套的要出来 然后再再做 是 看清了趋势啊 然后应该当机立断 要马上做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 自从在7月半左右 就已经呼要大家要rease cash 汪尔广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呢 我们该做的都做到了 但是投资朋友们该做到的 不知道您做到没有 但是我觉得我的感觉是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做到 就是手中还是有大把的 这个股票 因为在过去几年 实在是太安逸了 已经忘记股票下跌 这个panic sell 是什么样的感觉 沃润看到中国人民银行 在8月26下调了利率 从4.85降到4.6之后呢 的确是引起了欧洲的股市是上涨的 就像德国上涨了4.97% 英国3.09% 法国4.14% 但是上海的指数呢 还是收盘的时候是下跌7.63% 日本3.94% 香港反而上涨0.72% 那这种情况啊 本来认为超卖反弹的美国股市 至少应该反弹的像样一点 但是今天不但是一天晚节不保 并且呢哎这样看起来这个下跌波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什么原因吸引美股在收盘的时候 又这么巨大的往下拉 并且是爆量下跌呢 啊因为呃如果你看很多美国的专家 我第一个劝告散户就是不要把华尔街的大佬们作为一个对手 作为一个专家 认为所有我亏股票是因为索罗斯做死我 其实不是他们都在帮助大家 包括上周金啊 他做空这个很多股票 包括Solar City 呃我觉得哈第一 中国的情况远远比大家想象的糟糕 中国央行有4.85% 跌到4.6% 向下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中国政府的领导人 中国央行的行长不是周小川 是习近平 他不懂经济 他也不知道那些 他不知道怎么干 所以呃我觉得这个减息是没有 非就像一个得了癌症的病人 他必死无疑 他是已经是要病入膏肓 所以中国用的是一种中医的疗法 这个患非常缓慢 也就造成这个 equity market 会非常panic 大家看一下 其实中国央行 7点钟晚上股市收完以后 又是调整这个margin requirement 说你要借股票可以借钱可以 ok你要要更多的筹码 第二要准备减掉印花税 所有的效果 你看中国创业版股股 今天跌了0.73% 这是中国政府真正想搞的一个市场 就是一个活跃政府的市场 但是全全中国人民都不相信已经崩溃了 所以我觉得从图形上来看 你看这个诊书 你什么国家对 很多人就是哎呀国家对 我说你迟早会套进去是亏钱的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stay away Chinese equity market 那么第二油价 其实中国的经济的下滑 造成我们美国的油价的不断持续的走低 现在已经不是40块 WTI是37块钱 现在奔向33只是实现问题 那37到33还有一定的下跌空间 所以德州很多企业病入膏肓 因为他们的要借钱借不到 油价这么低 谁还去开场油矿 谁还会去采油 那很多人就会失业 很多公司就没办法运营 这会逐渐弥漫到整个的美国经济 所以这些矿工这些Tuston 这些Texas这些大型的油企 他们怎么样生活 而且中国的这个状况 有的人甚至说油价会比20块钱 我都是认为有可能 所以油价中国商品期货全线的下跌 美元今天又开始坚挺 美国国债 你看美国国债的TLT 这个ETF 它一直在涨 这说明大量的资金正在逃出这个股票市场 在流向这个equity market 对上周五在8月15号 我做一个讲座 我就告诉投资者 大家看看今年最牛的股票 癌症的股板块 像BLUE 像KITE 像Juno 这些股票 大家看一下 全部跌啊 跌的一塌糊涂啊 那你说你今年的明星股都被人摘茂 这些谁在倒这个股票呢 肯定大量的基金在这逃出去 是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这个 这个Healthcare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bubble 它在bust 所以大家浑然不觉 你看TLT 你可以看TLT这个价格 为什么 就是说股票市场 大资金都在往债券里面 所以大资金都在撤退 而我们散户还在浑然不觉 现在暴跌以后大家痛苦流涕 too late 呀呀呀 真的是too late 现在啊 真的这边做股票的 比较season的一些人呢 也是因为说 哇那我在七月半以后 为什么没有逐渐减码 还是继续重仓 啊这个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其实这一次的下跌 也并不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我们在这几年中间 在这边在旁边给投资朋友提供这些意见 其实已经经过好几次的猛烈的下跌 不过今天这个下跌又伴随 呃大量实在不是一个好现象 那我们先来看看专家怎么做 专家怎么说 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您在寻找职业方向吗 您想成为您和家人的健康守护者吗 国际医药大学为您开启成功健康的大门 8月29号周六下午2点开放校园 介绍如何成为职业稳定的针灸师 秋季班热烈招生中 请抓紧优惠学费的最后时机 大专可申请中医硕士 无需医学背景 招收留学生 有日间晚间周末班 执照通过率遥遥领先 请致电4087388889 7388889 2007年底我们的一场市场分析讲座 让上千的家庭避免了08年的金融浩劫 在牛市已到七年治养的今天 您愿意提前聆听我们及时的嘱咐吗 欢迎参加英图财富 投资时局警示讲座 未雨筹谋 稳操胜券于下次金融海啸 8月30号星期天下午 报名intowealth.com intowealth 进入财富 货质店408-586-9969 586-9969 华夏家景隆重推出Pleasanton豪华独立别墅 三幻位Pleasanton CA94566 四房三玉 建筑面积3029平方尺 土地面积8400平方尺 装修大气豪华 挑高屋顶 专专业设计花园 豪华的主卧室设计 底层的一房衣域 为您提供更多空间选择 实木厨具和大理石台面 豪华又实用 好学区且交通便利 更多上市房屋在售 请来电咨询408-621-9920 408-621-9920 Cindy 最近股市暴跌引发全球股灾 咱们的401k Aira又跳水了 怎么办呢 是啊 卓越理财 Jenny Chen早就提醒 崩盘前及时避险 唉 又贪心了 还不晚 Jenny推荐的保证不跌 7%负利 10年翻倍 我的20万的Aira 可以保证44万哦 那我的401k也转到Jenny的15%红利 150%递增 看来逃过一劫 退休有戏了 赶快 我们现在就打电话给Jenny 1877-253-8288 1877-253-8288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 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咨询 408-689-2509 网址 www.askdz.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中文投资网的汪润王时间 汪润你好 周小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稍微做一个预测啊 假使呃现在很难confirm说 是不是熊市已经来到了 或者是这个牛市还没有死掉 但是今天爆量下跌 但是这个跌总是要有一个底部 在美股出现什么样的讯号的时候 可以confirm这个底部已经开始组成 而是到了就是那个时候呢 可能就是你买什么就赚什么 当然现在还是言之过早 总是要先知道一些夜落而知秋 万一什么情况发生 我们就可以开始注意现在的好股票 是的 昨天苹果在92到93 那个真的是被我誉为抢钱时间 就是银行等于是你白抢 如果那时候进92 93 因为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如果看过去的一些低点 道琼指数是跌的最猛的 因为所有的蓝筹股它们和中国的关系 比如说Culture Gamble 它好像我听说73%的revenue都来自中国 所以这些道琼指数是跌的最猛的 那么其实它已经跌到了10月都跌破了 它也跌明年2月份的低 那么但是如果你看标普和纳斯达克 他们还今年10月都没有到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标普和纳斯达克 今年10月的对不起去年10月的 去年10月的低点将是我们一个短期的一个 非常强力的一个支撑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美国的这个 Fed Reserve要不加息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经济还不是那么坏 虽然中国的因素以及油价的因素 但是这些可能已经反映在现在股票市场 所以标普在1820点将会得到第一个支撑 也许明天就会到 纳斯达克的话我觉得就是也是去4116点 也许明天也会到或者这两天也会到 那么这个我们会出现一波超跌反弹 那么昨天有位朋友好久的朋友来见我 说要买苹果 周小姐你看到今天苹果的数据很悬很腰 111.11 今天最高 对 111.11 这是中国观看节的日子 中国有11观看节这个马云的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怎么来 但是93我觉得迟早会碳 今天我原来准备在109放空两次 昨天没放空到今天没注意到109是一个109到11是压力 然后往下走到93我觉得会走成一个双底 苹果是好股票 但是他不得不说他现在太多依赖中国 人民币贬值对他也有未来的potential也很大的压力 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市场份额也在减少也是一个压力 但是苹果是一只好股票 适应率也很低 还有一些dividend 所以我觉得到93大家可以去抢 但是现在你一定要忍住 我今天有个哥们昨天还要说抢不抢得住 要什么时候买 这种就这种散户他有一个习惯 他的手不知道两只手 如果今天不买股票他会手痒 这种朋友真的不能赚钱 很多人问我翁人王你能赚钱吗 我说我赚钱的概率要比你高很多 因为我能控制自己 但是如果我不能控制自己 那我肯定要输钱 但是我觉得我能够能够控制自己 是是这些都是经验之谈 但是有的人嘴巴说一套 手上不停的click又是做一套 这个如何人和robot之间可以相结合 就是在做股票上面成功了一大部分 Hey Warren下面一个问题 现在的策略既然是逢高卖出的时候 但是一般的散户对于自己的功利 都缺乏这种很comfortableness 就是对于卖空很害怕 那现在那个股市里面呢 也有很多看跌的ETF 或者是买看跌的齐全等等 在这个时候做哪一种策略 假使你的武功是这么这么的 好各种的策略你都懂 现在是卖空了还是买看跌的ETF 或者是买看跌的齐全 哪一种是比较在策略方面是比较妥当的 还是都一样 我觉得比如说越有钱的人 他越注意怎么样去避嫌 越没有钱的人他就反正穿着凉鞋的人 没鞋的人不怕穿鞋的 所以很多投资人根本就没有避嫌 和 myself put 这些功能 这些想法 跌起来所以跌的一塌糊涂 然后失去了对股市的兴趣 其实我们一直在中文投资网讲座当中 其实我觉得周小姐 你认识我那么多年 我终于在2015年 我感受到那个做股票的快乐 这个快乐是非常大的强烈的 为什么08年的时候 其实我和大家一样非常的恐慌 但是2015年不断的采用对冲的策略 买VXX 我感受到了就是这一波行情 让我赚了上一周的话 如果说大家说的那个1000块变成100万 我这个portorial涨了三倍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happy 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说 我认识到这个股票一定要买保险 大家想想我也有相当长的一个鼓励 所以我觉得投资朋友一定在这个自己买股票的时候呢 要marry the put 就是说买一些put 来防止这种暴跌 你买了一个VXX 你的投资组合里面一涨一跌一涨一跌 你把涨的那一部分涨的过多子 你可以把它买回来 再去买那个average down 这个亏钱的那个部分 也许就可能赚钱 所以我觉得大家呢 千万不要过于的投机 第二呢我觉得大家想一下 刚才我讲的那些话 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减息的周期 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然后中国的情况也是非常的糟糕 我看到太多的大陆来的股民 他们相信共产党 相信国家队 我就是跟他们说08年 北京奥运的时候 国家股票涨到5000点的时候 不是每个人都说北京要办奥运股市不能跌吗 结果跌了一塌糊涂 但是他们还在做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觉得 哎呀这样子太亏钱了 你就挡不住啊 你就 怎么跟他说他都相信国家对啊 怎么的这样 我觉得其实也跟大家说 哎呀中心的中国股市和 29年的那个美国股债一样 中国国家就是不行的 是没有用的 大家还是不听 还要去买股票 结果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的整个的经济形势 你看油价已经看得出 油价它不会说谎 这个东西你要以真金白银来交易 你不可能说 哎我编一套数字啊 油价就到58钱 不可能 所以中国的GDP 有很多水分 那这个油价一跌 就造成我们美国经济正在持续的下往 我们业绩也在下往 那很多人说 窝人王你前面二月份到八月份 你都说的不对啊 你每天都说 哎呀股市要跌 结果每天都不跌 结果狼真的来了 我们都被套了 所以中国有一句谚语嘛 叫狼来了 那我就觉得 其实大家要把股票的这个 就是说涨跌啊 把它看成一个 是一个供需关系 因为美联储现在不加息 钱就只用往股市里投 不管R7R8R9 什么都往里面投 那股票自然会涨 这个和庄家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大家不要沉迷于 一时间的快乐 哎呦我这个股票好啊好啊好啊 结果一瞬间一个月啊 就全部消灰淡尽多可惜啊 所以我觉得避险意识 当前的宏观形势 都要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呢第三管住自己 那你就在这个2015年 这个非常凶险恶的股市当中 因为咱们这个道琼指数今天已经跌了百分之四 几乎把去年所有赚来的全赔还去了 所以今年是蛮凶险恶的 而且是八月的最后一个两个星期 其实是成交量应该最低的 但是我们量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就是股市投资的确是需要一些经验和一些guided 噢yes 看到金奎门还有几个CNBC的这些比较senior的analyst 平常都已经不在电视里面出现的 因为昨天的股市下跌的太猛 把这些老将都请了回来 那么金奎门昨天也郑重说 联储局应该在这个时候表态 要让大家知道联储局怎么样像一个救火队一样的在旁边等着 但是美国的这个财经的制度 显然要比中国的强很多 虽然利息已经降无可降啊 这个跟中国是不同的 好温柔 我们知道现在不绝对不应该要去碰中国的股票了 但是呢 美国的股票呃 除了apple之外 像这个netflix了 amazon google了 这种比较high flyer的股票 那么再加上刚才您提到的生化股的几个致癌的股票 虽然他们现在跌的比较低 是不是要再密切的关注等到棒 伴随大量又平稳上涨的时候 就要向这些股票下手 我觉得上次在节目当中讲到过 Brad Jensen就是seeking alpha里面最牛的一个股市专家 他学贴出了三只我们现在比较网络上比较流行的 一句话最坑爹的股票就是Netflix Amazon Tesla 他说这些股票在熊市当中会消去50% 因为你看适应率Netflix236倍适应率 它的整个的2015年和2012年美股盈利还在不断的下滑 我个人感觉大家还是stay away这些high flyer 但是我可以说反弹如果想起的话 这几只股票是第一个站起来反弹的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要靠一些技巧 那么我觉得一些技巧不好的朋友可以考虑做一些ETF 比如说把最新的一些资金可能转向gold 因为gold的话最近整个的经济情况好像是一个通货紧缩的状态 那黄金在这种deflation的environment里面 就会是非常很好的一些performance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关注IBB 大家可以关注一些high flyer的ETF 或者三倍的ETF或者一倍的ETF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就是个股方面把握不好的一些朋友 可考虑的一个选择 好谢谢您 昨天的这个情况 其中有几个个股也是反弹的很厉害 最后收盘的时候已经比在当日的低点要高很多了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自己的watch list的里面应该有几只这样子的情况 GU的ETF iShare或者是个股 比如说来稍微说一下就是DVY 这个是道琼斯里面有这个select的dividend的一个index 他的昨天的高点和低点高点是在71低点是到48 那像这种就是不寻常的大量的暴跌的时候 他回来他就反弹的很厉害 如果有人在候选股watch list的上面有一些这种 然后他有主星股觉得昨天超卖实在是太厉害了 如果进场虽然没有抓住71-48中间的这个段落 至少也可以抓住一些是吗 是是是今天有一条新闻大家看了吗 这个美国这个high frequency trading 就是高频率交易公司叫VRTR 他们公布了过昨天是他们这个公司里面 历史上最赚钱的一天 所以我觉得太好笑了 昨天是day trading的dream 我真的说如果有这个股市我们不用干活了 但是散户就喜欢有大波动 这么你刚才说的那个dby真的好笑 50块涨到70块 我觉得50块真的是抢钱 这个这个这个觉得 这个就像苹果在92 93 我一看这个价 我说哇靠我怎么没看到呢 我这个抢钱呢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感谢中文投资管负责人温润王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在这个股市震荡的时候 给我们都是做非常含金量高的一些访谈 谢谢你warren 好谢谢周小姐 下次再谈拜拜 听众朋友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感谢您进一段工商资讯 来听听看新屋的专家 Stanley曾带来什么样的更高 含金量的访谈 马上回来 美股连续创新高 投资人行洋洋 但又不知道如何去炒作 A号消息 全球第一家中文美股视频直播室 正式开播咯 全球两届世界交易冠军 Warren Wang 2014年获利60倍 他将教您如何交易来卖 传授各样技巧 还有即时新闻直播 您还犹豫什么 免费体验还可以获得价值 美金16元的日本蜡烛图 技术精简入门手册 免费电话 1800-958-8561 1800-958-8561 TripleWChineseFN.com 昌星珠宝名表献礼 百达斐力享誉全球 1839年以来 卓越非凡的制表技术 不断创新 为国际收藏家一致赞赏 百达斐力代代相传 由您开始 庆祝每个难逛的日子 挑选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昌星珠宝是您的首选 开创您自己百达斐力的传统 请即光临昌星珠宝 盛河西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查询请便408-983-2688 Maxfield Cupertino 汇聚湾区房地产贷款精英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快速便捷 互助文化 专业诚信 地产贷款并重 育满湾区 强大的Long Processor 帮您解决贷款问题 最佳的Manager 带您走向成功之路 加入Maxfield 您信心的保证 请致电Villa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好消息 湾区资深房地产经济 安爪张 重磅推出 买卖房屋 用金半价优惠 是的 您没有听错 即日起至10月31号 只要在湾区买卖房屋 您立即享受 安爪张用金半价服务 有意请电408-561-2538 安爪张多年来 凭借丰富的地产经验 敏锐的触觉 和诚信的品质 帮助许多华人 在湾区房产投资上 大有斩破 安爪张电话 408-561-2538 408-561-2538 牛市已至七年之痒 注定要来却不期而遇的 下次金融海啸后 您会再次成为受害者吗 还是勉强逃过一劫呢 怎么样才能够做到 进退自如 不战而胜呢 欢迎参加 英图财富 知识局警示讲座 未雨筹谋 稳操圣券于下次金融海啸 8月30号星期天下午2点 报名intowealth.com intowealth 进入财富 获致电408-586-9969 586-9969 Cindy最近股市暴跌 引发全球股灾 咱们的401K IRA又跳水了 怎么办呢 是啊卓越理财 Jenny Chen 早就提醒 拨盘前及时避险 唉 又贪心了 还不晚 Jenny推荐的保证不跌 7%付利 10年翻倍 我的20万的IRA 可以保证44万哦 那我的401K 也转到Jenny的15%红利 150%递增 看来逃过一劫 退休有戏了 赶快 我们现在就打电话给Jenny 1877-253-8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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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们在今天此时此刻为您邀请到最有经验的新屋专家 史丹利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史丹利你好 周恩你好 各位朋友好 在整个的湾区中您好像有cover到整个的Greater Bay Area的新房子都有 但是从来没有提过South County South County 是哪里啊 这个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想法里面是比较远一点地方 其实并不然South County 一般来讲是讲Santa Clara County 圣县它的南部 南部到哪里呢 我们把101跟85这两条高路接的地方 再往南走差不多10分钟的车程 就到了下一个城市 叫做Morgan Hill 莫干山 是是是是 是有人翻译成莫干山 然后再往南开10分钟的车程 Gilroy 就到了大蒜城Gilroy 是 我们就简称大蒜城 这个大家都知道听到过 OK 这两个城市吗 是圣县Santa Clara 这个County这个县里面最南边的两个城市 那他们的这个环境啊 跟我们圣河西 还有鬼谷这边不太一样 因为那边比传统是以农业起家的 现在还是农业气息比较比较重 可是慢慢开始有这些新屋 Residential 有有住家搬到那边去 过去这二三十年来越来越多了 所以慢慢也成了气候 那这两个地区其实我们过去比较比较少介绍 也是因为当时新屋见的不多 最近这几年多了原因很简单 南湾的新屋价钱猛涨 那有些人负担不起 所以就往南走 往南走它的价位 还有它的条件相对比起来 都是比在我们湾区 这个好区来讲的话 来比是相当吸引人的 所以我们可以来举几个例子 那在这个举例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墨干山这个城市 墨干山 对它是小城 它的环境相对比起来 比较像有乡村气息 然后没有像 平房比较多 对 没有这么拥挤 然后空气新鲜 看起来很舒服 住在那边其实是相当舒服的 那如果是从101的Tally Road以南 要开到Morgan Hill要多久 Without traffic 差不多15分钟 15分钟 对 那么它这个城市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跟所有万区其他城市不一样的 它有限建 限制建筑 什么叫 限制建筑 就是说 它有规定不能建太多房子 不能建太多新屋 一年整个城市 它们有通过法令 只能建250栋新屋 所有的建商合起来 这可能以后会改变吗 不容易 这是过去已经十几年了 后来前几年 它投票通过还要再延 十几二十年 限建的年限 所以未来十几二十年之内还不会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条件 原因是如果说有限制建筑的话 它的供给自然是有不够的情形 在市场好的时候 那需求增加供给不够 那当然它增长的增值的潜力就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三年 这个摩根山增值的幅度不下于南湾 只是它增值的时间稍微晚一点 它是等到南湾已经涨上去了以后 很多人就开始往南走了 因为它有限界 Demand的加强 supply少 它也有加州火车 Kaltrain Kaltrain是从 很多人都以为是从旧金山到圣河西 其实后面还有两站 一站就是摩根山 一站就是大山城 都有 都有 其实这两个城市也都有 那么当地的新屋建坪都比较大 是 而且大部分都是传统的两层楼独立屋 现在慢慢开始有些townhouse 当然也是因为地价的关系 那这个也在一年250栋 现建范围之内吗 都在里面 那OK 好明白了 不过也是因为它的地点稍微远一点 可是实际上如果说 以通勤 上下午通勤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这一段 开这一段的过程 要比住在Dublin Livermore 和Saramond那边来讲的话要好多了 就是以工作的地点是在Silicon Valley而言 是的 那么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在摩根山想要买独立屋 1840尺 四个卧房 三个卧室 独立屋 三个浴室 三个浴室 卖76万9 哇 OK 是便宜很多 比我们在靠近工作地点地方的话是差很多了 然后2500尺 四个卧房 两个浴室 这个是两栋核 合在一起的 叫做Duet Duet 就是只有一面墙连在一起 它还是有后院 78万2 78万2 可以买到2500尺 我们的独立屋 就卖到87万5 多了10万 多了10万 9万10万 可是87万5 现在在三号岁只能买到大概2200尺的townhouse 同样1600尺singlehouse 在Santa Clara现在有卖的 要卖到150万 150万 才1600尺 很小的singlehouse 所以有些人想说我想住大房子 可是我财力有限 那只好往南走一点了 多开点车 以后就坐火车上下班 也可以 2300尺 还有一个房型设计比较特殊的 2300尺 三个睡房 三个浴室 那是三套主人房吗 也不是 Not exactly 可是它是一层楼 现在已经很少很少看到有一层楼 又有自己的土地这么大 对 它的地有到7000尺 非常大 听起来好难得 这个非常难建 因为地越来越贵 很少建商现在愿意建一层楼的房子了 这是很久以前规划的 所以现在还有 因为它有现建的关系 有些建商它一年只能建个十几二十栋 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才可能在这里还找到一层楼独院独洞 有大的地大的院子 可是它价位相对高一些 它里面装饰的装修的非常豪华 它有model home吗 有 所以你也去看过 我看过非常喜爱 哦 它卖到98万 要100万 要100万 可是这个住的是 是什么意思 是它的 不是builder的名字 对 这个是 是 呃 他们设计出来啊 我看过一层楼里面 一层的房子里面是设计最好的 嗯 它的挑钢屋顶 住的非常舒服 那有些人想要找一层楼 也许他准备要退休了 嗯 或者说他有家里有呃 年长的父母 这个就是很很好的一个考虑了 嗯 呀 这么大一个房子 他盖三房三玉 那另外有个比较小一点的是 只有1500尺的 是如果说想要找价钱稍微低一点 第一次购屋的人 可以选择这个townhouse townhouse一千五百尺 三个玉 三个卧房 才卖五十六万 这是我现在看到湾区 几乎可以说是最低的townhouse价钱了 嗯 可是它也有大的townhouse 四个四个卧房 三个半玉式的 这个townhouse 多大 2200尺 好大 这个在townhouse来讲的话是相当大的 啊 这个新 这样的新房子只要卖六六十六万 哇 那这个跟刚才说的五十六万的比起来 更有这个经济价值啊 是啊 我们想如果现在在圣河西买 要买一个2200尺的house的话 差不多要85万 在San Jose 是 是 你看差了20万 它这个离在Morgan Hill的火车站多远 呃 其实就在附近 所以有些人他如果说他的工作地点是在火车站 就是湾区 从圣河西到Sandyville Santa Clara Mountain View Palo Alto 一直到Rubo City甚至于到到San Francisco都有站 只要是沿着这条铁路附近工作的都可以考虑住在这里 是 并且现在要加上一条啊 也许有Google或者是Apple的Bus Stop这些地方也是很值钱的 然后我们是呃是在这个计划附近他肯定我们已经确定是有一个苹果的啊交通车的车站 Sanley加问一个问题 如果这些地主当初是农业的用地 如果要change zoning是很麻烦的事情吗 要take多久的时间 哦这要看建商它跟当地政府的关系了 啊是 建商 不过大部分的建地其实原来都是农业用地的 因为在这些城市原来都是农田 绝大部分的地都是农田 是 现在这几天的这个股市下跌的很厉害 就有一些投资朋友来问我说会不会影响到房地产的市场 尤其是在新屋的市场的附近 您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考量 现在其实可能言之过早 因为我们还现在看不出来这个股市动荡啊 是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还是说是一个熊市的开始 开始这个现在还看不太出来 嗯 那当然美国经济 基本条条件来讲其实还是相当强 所以不是太大的影响 对房市来讲现在不是太大的影响 那么对湾区来讲的话 房价要跌还不太容易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因为工需不平衡 弘湾区这个地点地不够 可是工作机会增强了很多 搬进来的人很多 所以一直不够 那要达到说工需失调还要一段时间 而且要三个三个情况发生 第一个是股票大跌 第二个是大公司要大幅裁员 第三个利率要大涨 这三个条件都达到那段肯定 房市会受到影响 现在这三个条件好像都一个 都还没有被met 还没有被碰到 好我们的时间问题 现在要进一段工商资讯 今天访问的嘉宾是史丹利曾 他的联络电话 408-777-8900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曾庆安 史丹利曾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即可买到 价钱最低的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史丹利曾 408-777-8900 癌症是全世界医学界面临的难题 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麻仲学医师 在三十多年临床中 认为癌症是可以治疗和预防的 即便到了晚期 也不要灰心 请致电或微信至 650-918-9968 650-918-9968 650-918-9968 了解详情 感谢新老客户支持鼓励 杰利倩MBA金融硕士 本周举办财税奖座 报名877-253-8288 877-253-8288 Franc留旧金山看新建高级公寓巴士团 每逢周六上午11点 在Crupertino永和超市前 组团前往参观 机会难得报名重塑 请E-mail登记预定座位 Franc.leu1268 Gmail.com Franc.leu1268 Gmail.com 您在寻找职业方向吗 您想成为您和家人的健康守护者吗 国际医药大学为您开启成功健康的大门 8月29号周六下午2点开放校园 介绍如何成为职业稳定的针灸师 秋季班热烈招生中 请抓紧优惠学费的最后时机 大专可申请中医硕士 无需医学背景 招收留学生 有日间晚间周末班 执照通过率遥遥领先 请致电408-738-8889 738-8889 考虑过您手上的IRA SEP IRA 40EK 和退休年金 当您领取时 每年要交多少税金吗 您知道这笔庞大的税金是可以避免的吗 如何将您的退休金 由永远交不完的税 转换成永远不用交税 目前市场最高payout no cap的年金 详情请咨询Nancy Sun Nancy Sun 资深理财师 财务规划师 为您精打细算 万无一失 欢迎您与Nancy Sun 联络 408-489-0591 408-489-0591 您在寻找职业方向吗 您想成为您和家人的健康守护者吗 国际医药大学为您开启成功健康的大门 8月29号周六下午2点开放校园 介绍如何成为职业稳定的针灸师 秋季班热烈招生中 请抓紧优惠学费的最后时机 大专可申请中医硕士 无需医学背景 招收留学生 有日间晚间周末班 执照通过率遥遥领先 请致电408-738-8889 谈新屋请到新屋 有经验的专家Standy曾 刚才讲完了Morgan Hill 现在要了解Gilroy大蒜城 是大蒜城其实有不少新屋的计划 原因是那边的地比较多 而且那里不像Morgan Hill有限制 有限建 所以建商他觉得那边建起来 还可以招到不少的 有兴趣买屋的人 原因是它的价位 又比Morgan Hill再便宜一些 因为远了一点 所以Morgan Hill再下去就是Gilroy了 对再开个十分钟就到Gilroy Gilroy大蒜城 它有名的它是有一个outlet 就是买东西购物中心 便宜的购物中心 所以很多人经过那边 其实可以顺便看一下那个环境 那大蒜城它还有一个特殊的特点 是这样 在加州有一条高速铁路 现在在筹建阶段 那么其中有一站大站是画在大蒜城 所以将来它的发展会快速很多 就是bullet train 不是kill train 是高速铁路 高速铁路 这个从南加州通到北加州的 这个可能还要十年才建的起来 可是如果它真的建起来 在那边有一大站的话 那边增值机会就增加很多了 那么在那边 我们可以看到2000尺独立屋 三个三个卧房的也是两层楼 62万9 哇 是便宜很多 是 然后2200尺 它的地是6000尺的 这个是没有没有院子的 嗯 然后2200尺的话 稍微大一点 可以可以建到五个睡房 不到70万69万5 哇 还有一个小的院子 嗯 69万5在南湾 大概只能买一个townhouse 嗯 另外如果说能够 呃 想要找一个稍微有一点院子的 2360尺 四个睡房 66万 65万9 嗯 最大的还有3000尺的 这个算是豪宅了 呀 3000尺 五个睡房 四个半浴室 那在楼下还有一间睡房 有个套房 才卖76万4 啊 我要这个 哈哈 这就可以做得非常舒服 如果说你有大家庭的话 嗯 于是小孩子多了 所以有些 确实有不少人觉得说 在南湾 其他的地区 如果价位太高了 他就多开一点 多开点车 Sinley 所以我的了解 Gilroy还蛮大的 呃 刚才提到的呢 我想要了解一下 在Gilroy的南部 还有一些新的房子 是吗 他的情况又怎么样 再往南走的话 就到其他几个城市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 有一个城市叫做Hollister 是 听过啊 在大串城的东南方 嗯 那个再开个15分钟吧 听过 Hollister 是还有一个是到Monterey 路上有一个城市叫Watsonville 也听过 Watsonville 他那边种了很多草莓 种了很多那个生菜 嗯 所以那边完全是农业区 可是慢慢开始 也是有一些行务发展 是是是 不过我们湾区的人 大概在湾区工作 可能不会到这么远 嗯 好 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 East Bay了 就是Fremont Newark 这个地区了 East Bay的话 现在呃 前两年比较少 现在比较多了 我举个例子 我最近看到一个 我觉得非常适合的 非常值得买的 在Union City 呃 94587的邮寄区哈 3000尺的独立屋 5个睡房 两层楼 传统有院子的 而且是在住宅区之内 很少有这样的情形 因为大部分新屋 现在都是建在高速公路旁边了 大街旁边了 工业区了 对啊 所以很难找到一个这样 在完全是在住宅区里面的 它这个院子设计采光 其实都相当好 而且它还一个设计 等于像是一层楼 虽然是两层楼的 可是绝大部分的房间 客厅都在一楼 哇 只有楼上它有一个房间 两个睡房 两个睡房 一个或两个 是 所以所有的呃 主卧房啦 客厅饭厅厨房 全部在一楼 所以那种算是partial two floor的吗 对 它因为大部分两层楼房子 呃 二楼比一楼稍微小一点 嗯 可是这个的话它二楼比一楼小 小了很多 因为它只有一间或是两间 是 这个要卖多少钱 呃 它才卖一百一十五万 嗯 你看跟其他地区的single house 独立屋比起来 这个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你认为这个是一个goodbye 如果说想要退休 将来想要找一个呃 稍微住的舒服一点的退休房 这是一个或者说有家庭 大家庭有年长的长辈 嗯 不便于爬楼梯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 呀 很好非常好的 还有一个它的特色是 它在东湾呐 84号桥 东边不远 嗯 所以上桥 过了桥就可以到西边 脸书 Facebook 还有谷歌 总部都不远 嗯 这是一个很特色特殊的一个特色 OK 这个是在Union City 这个是有很好的价值的 来听一下这个Fremont 94555 这一带的地区的新房 是 因为Fremont它的学校 有些地区 尤其是94555 算是Ardenwood的学校 那边学区比较好 所以相对价钱也比较高 1600尺的single house 比较小一点的了 它有个很小的小院子 三个睡房 它 那离Fremont的大华99不远 是 所以很方便 可是它卖的价钱相对就高了 99万9 还不到100万 刚刚好不到100万 另外 另外 有两个是在Mission San Jose 这个地区 9539 大家都知道这是好区 学校特别好的 它 这两个设计都是独立物 大的话 3400到3600尺 大房 是大房 豪宅 四个睡房 四个半月室 也是有院子的 起价是200万 是 对不起了 因为 什么样的房子都有适合它的买主啊 是 另外一个稍微小一点的 2100尺到2900尺 也可以 建到四个睡房的 这个 刚刚开始 呃 准备要推出来 还没有正式开卖 可是如果要想要买的话 要及早排队 是 要排队的 这一定要排队的 起价大概是170 180万左右了 然后 在Fremont的北边一点 9536 有一个townhouse 现在即将要推出的 它现在定价非常好 它是两个睡房到四个睡房 从1000尺到1900尺不等 它的起价大概是55万 56万 57万起价 是 很难得 那另外吗 在东湾 94545 94541 94541 是什么 是Hayward 我记得在2011年11月2号 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面 就有讲过 Hayward有一区很大片 把以前旧的工业区全部打掉 改建成住宅区那一批 就是这一批 我那个时候推荐过 那后来当然价钱就涨了很多了 那个时候才30多万起价的 可是现在内区里面它有一块 原来也是也是warehouse打掉 又要再建一批townhouse跟singlehouse 它的建平大概从1300尺到2000尺左右 两个睡房到四个睡房 起价大概50多万起吧 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 因为内区现在已经成气候了 哦 在2011年的时候啊 还没成气候呢 还没有 建的还不多 现在整片建起来有六七百户 好漂亮哦 是 现在环境整齐了 看起来这个算是现在黑卧最好的一区了 哦 OK 最理想的一区 所以那边还是有增值潜力 因为现在价位还算低 所以朋友们 如果您是考虑到自己的自住屋 或者是买投资物业 想要在Union City Hayward Fremont 这个是在东湾 或者是考虑到Morgan Hill 或者是Gilroy这个地方的新房子的话 都请致电Stanley曾408-777-8900 408-777-8900 现在已经到了八月底 九月初了 我记得在节目中间 曾经有两次Stanley提到 这些大的建商 他们都喜欢拼业绩 就会在Fiscal Year到 要快要结束之前 就会有些好康 对 其实我每年在这个时候 差不多都会呼吁一下 这些建商 尤其是 规模大的 上市 股票上市的 全国性的建商 股票上市公司 他们在 会计年度结束之前 一两个月到两三个月 都会开始要 要促销 促销了 因为他要增业绩 所以在未来这三个月 九月底 十月底 十一月底 全国十大建商 那边有五个 他的 会计年度是九月 有一个是九月 两个是十月 两个是十一月 所以未来这几个星期到一两个月之内 都会慢慢有一些促销的活动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进场买的话 有的时候可以找到相当不错的 利用 大家熟悉的像DR Horton 就是在九月三十号 是他的会计年度的结束 那这个detail呢 我们在今天就不再get into了 好 现在看样子 这个新房子要来买 新房子是一个好的时机了 因为我们可以抢到很好的deal 有 是 现在尤其是每年在差不多 从现在开始八九月到十月左右 都会有很多促销的活动 那么我们追踪的 其实在湾区不只是Fremont 不只是东湾跟南湾 其实是整个湾区都有 是的 并且您都自己亲自去看过 亲自拜访我 照相已经照过超过一万张相片 并且还有一些是在理想的地区 还没有开始动土的这一些计划 您也已经知道了 朋友们您想住一住新房子吗 您想要有一个没有压力的 然后对您来讲 又没有extra cost 一个person to person的面谈的机会吗 请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住 408-777-8900 408-777-8900 就可以跟Stanley仔细的了解一下 您对新房上面的需要了 因为买新屋借贷款 跟买旧屋借贷款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是的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了 非常感谢Stanley 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我们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再见 Stanley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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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